那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超低利率对于美国股市的这个变化 以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投资 在经历了今年下半年美股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牛市啊 连续飞涨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美股的泡沫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但是这种说法呢 其实并没有考虑到目前的整个经济环境的一个底色 也就是超低利率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 在美国来说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 某种意义上讲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啊 可能股市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 甚至是合理的 那主要内容呢 其实是inspired by Howard Marks 他是这个橡树资本 或者我们叫这个Oak Tree Capital Management的大老板 他的整个身家差不多已经是21亿美金了 而他呢会不定期的在这个Oak Tree Capital 而他呢会在不定期的啊 在这个Oak Tree Capital发表自己的这个MEMOS 就是备忘录啊 类似于这个巴菲特的置古东信 据说呢这个Howard Marks 他的这个MEMOS 巴菲特每期必看啊 当然这个是据说了啊 那最近的一次啊 他就发表于2020年的10月13日啊 Ronnie也是看了 其实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但是确实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做啊 很抱歉才拖到现在给大家做这个视频 那他最新的这个MEMO啊 有十几页 其实内容比较的丰富啊 Ronnie只是从一个角度去入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把链接放到我们视频的下方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一共也就十几页 其实看完是很短的 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啊 就是低利率到底给股市带来了什么 基本上啊 肯定都是利多的啊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角度大家可能想的 之前想的太担保 包括Ronnie其实本身啊 最早的时候也是想的 把这个事情想的很简单啊 就比如说是 首先第一条 就是他对人们的投资活动 有一个直接的刺激啊 低利率 他影响你的这个买房 影响你的存款 比如说银行存款啊 原来你的100美元啊 放在银行一年 可能能给你2美元的利息 但是在利率下降以后啊 可能就只有50美分 甚至更低 几乎是0 比如说如果大家有用这个Robinhood的券商的话 他自己有的银行卡 那个cash 他那个APR现在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包括这个高盛的这个Marcus 你如果去用他的理财的话 基本上也是年化收益率 根本都不到1%啊 现在来说就是这么低 那这个其实就无形的会让大家 把这些钱拿出来 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因为觉得实在太低了啊 那大家很多人可能就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 比如说流入股市啊 今年我们也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用户啊 这个所谓的韭菜们啊 进入了美股 像这个Robinhood也是要通过戒指股风啊 希望能够在明年IPO上市 这个各大全商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也是一再报道过 那在整个股本数不变的情况下 市场上就这么多股票 钱来的多 那自然就是美股的股价就要上涨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简单 直白 粗暴的理论 而且你在考虑到通胀压力的话 大家都觉得好像我的钱被掠夺了 被缩水了 所以说我就要出去投资 那么房地产市场一样啊 房地产这个你的按揭利率变少了 那大家买房子的热情就相对而言更高 同样经济活动就越活跃 那整个经济活动越活跃 你像无论说是这个直接相关的啊 房地产业以及整个的市场板块 其实都会水涨船高 这是最简单的 也是我们都能想得到的 这就是第一条利率对于股市的这个膨胀的影响 第二条呢 其实相对而言 稍微需要一点基础金融学知识 但是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它是提高了现金流的贴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金融学算这个cashflow 算现金流的时候啊 都要把未来的钱打一个折扣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方式 比如说买美国的30年国债 或者你放到这些大银行里存这个存款利息啊 这个几乎是可以说是零风险的啊 那它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呢 其实就是一个基准利率 也就是你个货币的水涨船高的利率 因为根本不需要任何的风险傻子都可以做到 比如我的钱放到银行里啊 明年银行告诉我说 固定的利润是5% 这个利息是5%这个利率的话 那怎么样 我今年的100块钱就相当于明年的105块钱 同样的在未来的105块钱只相当于今天的100块钱 也就是越未来的钱其实是越不值钱的 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好嘛 就是十鸟在铃不如一鸟在手 它虽然夸张了啊 但是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现在利率变低了啊 原来是5% 假设现在变成0.5% 那么就会怎么样 今年的100块钱就只相当于明年的100.5美元 那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倒推啊 从未来往现金推的话 那它的这个折损率就低 因为原来的折损率可能是4.5% 就接近5% 但是现在来说 这个折损率可能连1%都不到 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比如说 算这个现金流估值 股票里经常有这种估值方法嘛 那你这样的话倒是来算的话 自然而然这个股票的估值也会提升 就是因为现金流贴线也是变得更高了 那第三点啊 那第三第四点呢 其实是更多的啊 在Ronnie来看是通过去影响专业的投资机构啊 以及的一些这个华尔街经理啊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去影响整个股市 第三点呢 就是说美联储啊 通过降低这个基准利率 最后导致大家所有的投资 几乎所有的投资 它的回报率都降低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国债的利率更低了 那其他的还是 但是我们如果按照基准线来说的话 通常用的是这个三十年国债的这个利率啊 他也降低了 那其他的其实所有的都和这个债券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 虽然大家可能平常啊 我们这种散户是很少买呃 国债债券的基本上就是直接买股票了 但是其实 债券作为比股票更安全的啊 特别是美国的长期国债的话 这样的一个资产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专业投资人在使用的 虽然 但是呢 这个回报率被拉低了 但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和别人签了一些合约 比如说有些公司的大客户啊 比如说他给这个比喻 比如说他给一些亿万富翁早就签好了约 我要每年烦你多少 那现在整个回报率低了 我不够了 我怎么办 那这些投资经理基金经理们 他就会去找 相对而言 就之前他的风险管控可能是很严格的 但是现在他可能就要放松 某种意义上放松一些 他的风险管控 就去投资一些 回报可能会更高 但是风险也会更高的股票或者行业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Tesla的这样一个暴涨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继续推高了整个美股的这个高值 因为如果你想把美股打下来 或者所谓的要泡沫破裂 其实就是要把这些高风险的股票 看起来这种PE可能1000倍的股票打下来 但是现在来说 这些投资人 这些机构投资者 他们就希望用这种股票来去扩大他们的整个的利润 不然的话 他们年底可能交不了差 或者他们自己要赔钱去做给大客户 所以说这个角度也是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那第四点其实有点类似 但是更为量化 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低利率 其实让所有公司的这个PE ratio 我们可以接受的都要高一些 我们知道这个PE ratio 就是用你公司的这个股价 除以你公司美股的这个盈利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比较健康的就是在十几到三十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什么都不变化的话 你差不多用十几年到三十年的时间 你这个投资是可以翻倍的 因为用这段时间 它的最后这个盈利就相当于你当时的成本 也就是你的股价了 那么我们知道在金融市场里 很多人用一个词叫Alpha 对吧 就是跑赢大盘 那么市面上其实针对大客户也有很多这种基金 比如叫做什么Premium什么的 就相当于比大盘要拨跑百分之三 这样的一些理财产品 还是我们简单做一下数学 我就说比如我们说的夸张一点 原来的利率是百分之七 那么Premium如果是三的话 百分之三 我最后要的是比大盘多跑出三个百分点 那事实上我追求的整个的这个PE就是多少 就是百分之百除以百分之七加百分之三的核 就是十年 也就是我这个PE是十 我觉得是一个健康能接受的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联盟利率降低了 降到百分之二了 那么我还要同样的这个Premium 要比大盘多跑出百分之三来怎么样 就是用百分之一百除以百分之二加百分之三的核 那就是二十年 也就是这个PE是二十 我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稍微可能有点绕 需要做一些数学 但是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以后 你就会知道 现在的低利率的这个PE 其实比之前高利率的时候高一些 是正常的是合理的 包括Ronnie其实也是简单算了一下 现在这个整个市场 你如果算标普五百的一个平均的PE的话 和以前来比 然后你把利率的因素考虑到 就按Ronnie刚才说那个加百分之三的Premium 那么算差不多正好是现在整个市场的PE 反而现在市场是惊人的反映了整个的利率的准确性 就不仅是大家觉得市场不冷静是有泡沫 反而市场是很冷静很理性的告诉你了这个答案 所以说综上四个因素 其实是Ronnie认为最重要的导致美股 到现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合理的解释 而且如果你用这个去定量的去分析一些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的股价其实是正差不多是正好的 当然了也绝对不便宜了 不过Ronnie的文章里其实讲的非常多也非常细 Ronnie还是建议的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还是去读一读他的文章 而且是他不仅讲了这些 其实讲了很多别的东西 Ronnie是摘出来了一些 而加上了Ronnie自己的一些思考 然后总结了上面的四点是这个样子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来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呢 这个Howard Marks他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因为他毕竟是做这个资产管理的吧 相当于对他的客户负责任 他要简单的分析一下 那他的首先第一条就是说按兵不动 也就是说仍然采取原来的投资策略 并且期待同样的这个回报 那这个他指出来说是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个和我们之前也讲过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回报率 平均回报率都变低了 这个你如果按兵不动 理论上讲你就会比以前挣的少 那么第二个思路就是简单的和刚才那个类似 就是说仍然按兵不动 但是说我挣的少我认了 我期待一个相对较低的回报 其实Ronnie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是有点在这个范围内 他说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过那就少证明 那具体Ronnie的这个思路 明天我们再讨论我的这个个人的账户的时候 我们再谈 那第三个策略就是 比以前还注重安全 那这个Howard Marks 他也认为是不太可取的 因为你是基本上就等于瞎折腾了 就是没有任何可赚的 就回报率无限接近于零 虽然是安全 可能很多人其实也这么做的 因为很多人大家觉得可能现在股市太高了 觉得害怕 但是其实像Ronnie刚才那么分析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是合理的 第四个策略就是cash is king 简单来说就是cash out所有你的股票 你把你的所有股票都卖出 就持币观望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其实Ronnie还要补充一点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美元一再贬值 大家可以看看美元对于主要货币 包括对于人民币 其实都在不断的贬值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 这也是这个比特币现在来说 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美元如果贬值的话 比特币的价值不变 那自然在这个账面上的价值 比特币也会上涨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重要推动力 比特币上涨的根本原因 还是Ronnie说的 就是说 生产比特币的成本 目前来说 和比特币的价格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就是说 就是现在生产比特币 其实是很贵的 你想挖矿 是成本是很高的 第五个策略 这个Harvard Marks 他说就是提高风险的容忍度 就是你也像那些专业金钱经理一样 相对而言 放宽自己的一个风险限制 那这个目前来看 可能是获得收益最高的人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投资了Tesla 哪怕你是可能在Tesla 拆股以后的400美元买的 现在也是挣了不少了 包括还有一些很多股票追高的 像中国的这些新泽源汽车 等等等等吧 其实Ronnie现在反思一下 自己可能也应该走这条路 但是很多时候也是错过了 像比如说这个Nicola 像这个Palantir 其实Ronnie都考虑过 要不要投资 但是都是因为犹豫错过了 Nicola虽然现在跌得很惨 但是之前比如说 它跌到20美元以下的时候 你买入 然后在它又涨到30左右的时候 你卖出的话 也是能挣很多的 Ronnie对Nicola 这个看着是很清楚的 绝对不会说长期持有 就是短线炒一次 但是也是因为 这个对于风险的这个考虑 自己还是没有把风险容忍度提高一个级别 所以说错过了这些机会 现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如果再来一次 2020年再来一次 我可能会相对而言 投资更加激进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打广告 就是Harvard Marks说 你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投资基金经理 来去帮你做 当然了这个一要额外的附庸金 二其实最后的结果也很难保证 这个他就是说一些 骗汤话了 那以上就差不多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就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目前来说 美股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估值范围 而且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低利率 他绝对不是说简单的 就是刺激大家去买股票 刺激消费 刺激经济 这么简单 他其实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很复杂 那至于投资策略 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看法 这些给大家列出来 大家其实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去考量 但是有一点 Running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策略 而不能是母头苍蝇 凭着感觉跟着感觉走 那样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